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李明老师 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 为什么这一讲呢 只有我来单独为大家做一个讲解 因为在录制这一讲课程之前 前一天晚上 沈超老师回到家 可能因为某些方面没有服从他老婆的命令 结果被罚跪方便面 归一晚上 沈超老师的老婆呀 在半夜的时候呢 就跟他讲 别跪了 起来回屋睡觉吧 没想到 沈超老师这个暴脾气立马就上来了 一拍桌子说 老子就是不起来 老子愿意跪到天亮 结果 他真的跪到了天亮 没办法 有这样身残至残的 对不起 说错了 身残至残的同僚 我只能 自己把这节课给大家录制完了 好 同样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是登陆兄弟联论坛 跟我进行更多的交流 我们在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Linux常用命令里面的一小节的内容 为大家讲解了文件处理命令 文件处理命令中关于命令的基本格式 以及一个我们可能用的最多的命令 LS 在这节课里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目录处理命令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比较常用的第二个命令 MakeDNR MakeDNR用来创建目录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命令 我们在Linux系统里面 在应用的过程中 可能我们经常会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或者有的人把它称为叫文件夹 那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在想创建一个新目录的时候 可以直接使用MakeDNR 加上新的目录名称就可以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可以直接在命令操作窗口 用MakeDNR创建一个目录 但是呢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不要把目录弄得非常的乱七八糟 就像没有任何规划的房间一样 东放一个东西西放一个东西 最后这个只可能变成一个很凌乱的仓库 你应该是做好规划 不要轻易在根目录下面创建一些新的目录或文件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一个我们提到过的这个TNP目录下面 存放临时文件的 在这里面呢 临时可能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文件呢 可能叫小电影 就可以直接MACDNR-TAMP-小电影 就可以了 那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用法 这里面有两点需要说明的 如果我们在MACDNR创建一个新目录的时候 假设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想创建一个目录 用MACDNR来创建 把它放在刚TAMP下面 那么这个目录下面创建的新的目录呢 可能叫Japan 在这里面再创建一个子目录 但是这里的问题就是 Japan这个目录本身是不存在的 而且我还想在Japan这个目录下面 再创建一个新的子目录 这样的操作是否可以执行呢 我们可以试试看 系统会提示你 没有办法创建这个目录 因为Japan这个目录本身就没有 你还想在一个本身没有的目录下面 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这是不可以实现的 但是呢 MACDNR提供了一个选项 叫杠P 可以递规创建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目录它本身不存在 你可以用杠P这个选项 在这个本身不存在目录创建的同时 再在这个目录下面 创建一个新的子目录 我们再用刚才的例子 给大家举例一下 同样还是这条命令 我们执行MACDNR 我们已经存在的目录 杠TNP 在这个目录下面创建一个新目录 叫Japan 在Japan下面创建一个子目录 叫波多 这个时候我们MACDNR 依然还是不行 因为我忘记加这个杠P这个选项了 那么我们加上杠P这个选项 执行这条操作 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 杠TNP杠Japan 这个目录就已经创建了 而且在这个目录下面已经创建了它的一个新的子目录 叫波多 这是MACDNR比较常用的一个选项 MACDNR-P 可以递规创建 而且命令行有命令行的好处 如果是在Windows图形界面下面 你想创建一个目录 那么它同时只能创建一个 只能是右键新键 键一个目录就可以了 只能是这样 但是如果是在Linux的命令行下面 你可以同时创建多个目录 比如说 我可以用MACDNR 在-TNP下面 的Japan目录下面 比如说 我可以创建一个 仓景的目录 同时呢 我还可以在Japan这个目录下面 再创建一个龙泽的目录 甚至我可以后面写上更多个目录 就算你一次想创建个20个30个目录 都是可以的 它可以同时创建多个目录 我们可以直行看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TNP Japan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会看到 刚刚同时创建的两个目录 仓景和龙泽都已经创建了 好 这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目录操作的命令 MACDNR 用来创建新目录 这里面最后再提醒大家一点 一定要记住 做好这种目录结构的规划 那么 目录的名称命名也最好有一定的含义 便于查找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既然目录 创建完以后 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里面 你创建完了怎么样来去切换到这个目录 这有一个很简单的命令 叫CD CD Change Directory 怎么切换到某一个指定的目录 我们可以用CD来进行一个切换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 看一下 我们用CD来进行切换的时候 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直接用CD 加上 你所要切换到的目录 比如说我要切换到仓景这个目录 就可以这样来做 比如说 我要切换到 ETC这个目录 就可以这样来做 我们要切换到任何一个目录 只要用CD 加上这个目录的名称 就可以了 那么问题是 我们在切换完这个目录以后 大家会看到 在前面的提示符里 只保存了最近一级的目录的名称 怎么能获得 这个完整的目录名称呢 因为有的时候啊 可能我们做了很多的操作 敲了很多个命令 这个时候怎么能够 查询到当前的详细目录呢 那么我们 还有一个目录操作的简单的命令 叫PWD 我们可以使用PWD 顾名思义 它叫print working directory 显示当前所在的目录 我们只要在命令行上 敲个PWD 就会把当前目录显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叫PWD 它就会显现出来 当前我们所在的目录的绝对路径 同样呢 还有两个很特别的目录 一个叫点点 一个叫点 那么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点 表示当前目录 点点表示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 点点表示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 比如说如果以我现在的例子 那么当前的目录就是这个 那点就代表了 temp 折判 仓景这个目录 而点点就代表了它的上一级目录 是哪一个呢 cd 点点 代表它上级目录 执行这条命令 会它回到哪一个目录呢 就是temp 折判这个目录 如果再cd 空格点点 它就会再回到上一级目录 那么这是呢 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个 使用的方法 cd 加上点点 回到上一级目录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有的同学可能很早用过doss doss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用法 点表示当前目录 点点表示上一级目录 那么 唯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在doss里面cd 点点这个操作 是不需要空格的 直接cd命令 加上点点就可以了 但是在linux里面 对命令格式要求非常严格 必须cd 空格点点 才能够执行这个操作 好 这是关于目录处理命令里面的 这两个 怎么样来切换目录 以及怎么样来查询 当前所在的工作目录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既然可以创建 可以切换 可以查询 自然也可以删除 怎么样来删除一个目录 RM DIR RM呢 叫remove 那一般来讲呢 在doss的时候呢 在删除目录的时候 都很喜欢用delete 那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 那如果是在linux里面呢 很多时候都是用remove这个词 来代表删除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词 往往表示一个删除的含义 所以呢 这个RM就是remove的缩写 那这里啊 有一个很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 就是RMDIR 这个大家看这个功能描述里面 我写的是删除空目录 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它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直接用RMDIR加上目录名 就可以删除了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刚刚创建的目录 把它删除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在刚刚啊 我们创建的目录里面 有一个呢 放在tmp下面的折判里面 叫波多这个目录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目录删除 可以直接用RMDIR加上目录名称 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这个目录删除掉了 但是千万注意一点 它的功能描述里面写的是 删除空目录 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呀 我现在想把杠tmp这个目录删除 这个时候它就会提示你 这个操作失败了 因为这个目录非空 我们RS看一下tmp 这个目录下面确实是有 其他的文件和目录的 那么也就是说 MDIR这个东西非常面 面的跟沈超老师一样啊 那么它只能删除一个空目录 你要想把一个目录删除 先你把这个目录下面 所有的子目录和文件全干掉 然后才能把这个目录删除 说实在的 这是一个挺纠结的事情 所以这个命令呢 在实际的应用里面用的并不多 那么大家作为了解知道一下 但是有同学就会想 那如果我真要删除一个目录 这事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其他命令 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好看一下我们这节课 另外三个重点 我们在对目录 或对文件操作的时候 另外三个很常见的操作 怎么样来进行复制 怎么样来进行剪切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几个命令 包括删除 先来看一下复制 复制的命令叫CP 也就是COPY的意思 如果你想把一个复制 把一个文件复制到另外一个位置 我们都可以用CP这条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它最基本的用法 我们先不考虑它的语法中的选项 使用CP命令 直接加上你要复制的文件 或者是目录 然后加上你要拷贝到的目标目录 就可以了 它的格式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们来看两个范例 比如说我们把我们刚才 生成的一个目录 把它拷贝到 这个目标目录 -root下面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选项 叫-r 在CP复制文件的时候 它是不需要加选项的 比如说我们复制一个系统文件 叫etc grab.config 我们把它复制到-tmp下面 直接这样敲就行了 写上你要复制的原文件 再写上你要复制的目标目录 这个时候这个文件就已经被保存在了 -tmp下面 grab.config 那如果要复制目录的话 稍微麻烦一点 你要增加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叫-小写的r 这里面再提醒大家一点 在很多的选项里面 在很多linux的命令选项里面 几乎是所有的 那么我们几乎能够想象到了 所有的这些命令和选项 尤其是选项 大小写是严格区分的 所以-r就是-r 千万别写成-r了 那么我们要复制目录 必须加上-r这个选项 假设我想把刚才我们创建的一个目录 比如刚折派下面的舱井这个目录 把它复制到-root下面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这个舱井的目录已经拷购了-root下面了 就可以这样来去做 而且cp可以同时复制多个文件或者是目录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 刚-root下面有这么多个文件 假设我想把跟安装日志相关的这两个文件 把它复制到刚tmp下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root下面的install.log root下面的install.log.syslog 我都把它复制到tmp下面 就可以这样做 可以同时复制多个文件 那么你只要把文件名称写在这就行了 你可以同时复制十个 一百个 只要最后写上目标目录就可以 这是命令行的好处 同时可以复制多个文件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在上一节课讲过的命令 我们看root下面的install.log 它的文件属性 最后修改的时间是这样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们复制过去的 放在tmp下面的install.log 我们看到它的时间是这样 它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虽然这个文件是原封不动的 给它拷贝到目标位置-tmp下面的 但是它们的时间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时间是以当前的时间为准的 文件最后修改的时间 那也就相当于是这个文件创建的时间 因为一个文件拷贝到另外一个位置 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位置新建了一个文件 所以呢 它最后修改的时间就会变化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有一些时候 比如说有的人在备份的时候 假设他想把这个日志做一个备份 他不希望文件最后更改的时间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他可以用cp加上一个选项叫-p -p就可以保存你要复制文件的属性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执行这个命令 把-root下面的install.log 复制到tmp下面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一回车 因为在-tmp下面已经存在了一个文件 刚刚我们拷贝过的install.log这个文件 所以它会提示你是否要覆盖 那么如果你要覆盖的话 就敲一个y表示yes 如果不覆盖 那自然就敲一个n表示no 我们一定是要覆盖的 做这个实验 把它覆盖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两个原文件 和这个拷贝过来的复制的文件 install.log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这个时候 他们的文件最后修改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p这个选项 它可以在文件复制的时候 保持文件的属性 -p可以保持文件的属性 而-2用来复制目录 那么这是在CP命令里面 需要大家掌握的两个知识点 同时有一点提醒大家的就是 我们在复制文件的时候 因为这是命令行的操作 还相比图形界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可以复制的同时进行更名 可以复制过去的时候可以改名 不像windows我复制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可能叫abc 复制过去呢 它肯定还可以叫abc 你想改名 复制过去以后才能改 但linux在命令行 可以复制的同时做一个更名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面呢 我要把tmp下面折判 下面的某一个目录 比如龙泽这个目录 复制到-root下面 可能改个名字 这里面忘记一件事情 我们要加上-r这个选项 复制目录的时候 一定要记录加上-r这个选项 这个时候呢 在root下面就创建了一个目录 叫审超18加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复制的过程里面 不一定你复制这个目录 它的名称叫龙泽 你复制过去 它名称一定还叫龙泽 如果我们把这个目录复制过去 希望保留它原来的文件名 你只需要呢 这样来执行这条命令就可以了 这条命令的意思是 把这个目录拷贝过去 拷贝过去以后呢 它还叫这个文件名 但是我上一条命令的意思呢 就是不仅把这个目录拷贝过去 而且拷贝过去以后 把它的名称 改成跟审超老师相关的一个意思 改成这个文件名了 这是可以做这样一个操作的 这是关于复制命令 最常用的两个选项 和它一个基本的用法 好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既然可以复制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剪切和更名 那么在Linux系统里面 剪切和改名是同一个命令 都叫NV 这个在DOS里面 一般剪切和改名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命令 但在Linux里面 省事了 把它合成一个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格式跟拷贝 其实是差不多的 跟CP命令大同小异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分别的这两种用法 我们专别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呀 我们先给大家举一个剪切的例子 那刚才呢 我突然用了一个很神奇的操作 这个叫清屏 你可以直接按一下Ctrl L的快捷键 就可以来清除屏幕上所有的操作痕迹 或者敲一个clear的一个命令 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一敲命令 或一按Ctrl L 这个屏幕就清静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使用的过程里面 如果想要进行剪切 或者想要进行改名 怎么样来做 比如说呀 刚才呢 我们在TMP下面的折派目录里面 创建了这样的两个目录 那么假设说呀 现在我想把它们做一个剪切 我想把仓景这个目录 把它剪切到 刚入的下面 那么我们怎么做 可以用MV 加上TMP Japan 加上仓景 然后 把它剪切到刚入的下面 这样就可以了 这里面还有一种命令的敲法 可以这样做 不一定每次命令 这个目录的名称都要敲绝对路径 比如说我正好就在 -TMP -者判这个目录下面 我要对当前目录进行操作 当前目录的 仓景这个子目录进行操作 把它剪切到-入的下面 这个是可以省略前面的当前目录的 当然前提你确定 你的目录是在这个目录下 那么在你不确定的时候 那你就写绝对路径 -TMP下面的 折判 仓景 那么把它剪切到 入的下面 就可以这样做 回车以后 这因为之前呢 已经拷贝过一次 同样你可以选择覆盖 或者是不覆盖 放弃这次操作 这个时候就把它 剪切过去了 再看一下当前的这个折判目录 里面已经没有仓景这个目录了 好 那么这是关于怎么样来做 减基本的剪切 我们剪切一个目录 或者剪切一个文件 这个跟CP不一样 MV是不需要加-R这个选项的 直接使用MV 可以剪切一个或多个文件或目录 可以像复制一样 你可以一次把五个 五十个文件剪切到一个目标目录 可以做这样的操作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剪切的同时 也可以像复制一样 在剪切的同时改名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 TMP下面的 折判 龙泽 这个目录 把它剪切到-root下面 那么 假设改个名字 改个名字叫女神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这样做 在-root下面就生成了一个 新的目录 叫女神 而在TMP 只盼这个目录下面 就已经什么目录都没有了 这是MV 怎么样来进行文件或目录的剪切 以及为文件改名 还有一种很简单的情况 就是如果在当前目录下 要做一个改名 怎么做 我们来到-root目录下面 看一下 我们在-root目录下面 现在 有这么多的一些目录 比如说以仓景这个目录为例 那么假设说呀 我现在想把它 做一个更改 我直接用MV 我直接到-root目录下面 我现在呢 想把仓景 这个目录做一个改名 你可以直接MV移动 这个文件在当前目录下移动 但是呢 我给他换个名字 先写上这个目录的名称 再写上 比如改成叫苍老师 这时候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如果在同样一个目录下面移动 那不就是改名吗 MV加上你要改名的文件 再加上新的文件名 就可以把一个目录进行改名 好 这是MV这条命令 好 那再看一下我们这一小节里面 给大家介绍的最后一个命令 RM 删除文件 那么虽然说从功能描述上写的是删除文件 但实际上它也可以删除目录 大家可以看到 在幻灯片上有一个选项 叫-r -r是可以删除目录的 那么在讲到删除的时候 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大家在听这个视频教程 不管是在做剪切 还是做删除这样的操作 都要非常的谨慎 不要我们在Linux里面 随便看到一个文件做练习的时候就删除一下吧 或者是剪切一下吧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的可能是系统文件 删除了以后可能重启你的系统就崩溃了 这就很糟糕 所以呢 大家在做练习的时候 最好是用自己建立的文件 或者在系统里面拷贝的文件 你可以把系统的一些文件拷贝到某一个 你自己做练习的一个像tmp的目录啊 你自己的宿主目录啊 甚至是你觉得我专门建立的一个练习的目录啊 来做这个实验 那么这个要千万注意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删除命令 删除命令最基本的用法就删除文件 直接RM加上文件名就可以删除了 好我们看一下 比如我们在Root目录下面 现在如果我想删除一个文件 这个呢 我们从系统里面复制过来一个文件把它删除 千万要注意 这是我从系统复制过来的一个文件 我把系统的一个文件叫grab.config 把它复制到刚入的下面 复制嘛 无所谓的 因为原文件还在 我把这个grab.config删除 RM加上grab.config 回车 它会提示你 你是否要删除这个文件 如果你确认要删除 就按一下Y 这个时候这个文件就被删除掉了 但这里面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 在Linux里面是没有Windows回收站的概念的 在Windows里面删除的时候 你右键删除 人家会问你 你是否确定真的要删除吗 放到回收站了 清空回收站的时候再问你 你是否真的确定要清空回收站吗 换句话说 你有两次反馈的机会 但是在Linux系统里面 这个只有一次 可能有的同学会问 那如果删除的文件 想把它恢复过来 这有可能吗 那其实类似的恢复软件 在Windows里面 在Linux里面都是有的 但是 这要看你自己的一个情况 并不是所有的删除 都能恢复 或都能完全恢复的 根据我的经验 一般来讲 我们建议大家 第一 删除任何文件之前 最好做好相应的备份 不管你有没有删除操作 包括你日常的数据 要做好备份 第二 我们在 一旦发现 误删除的情况 尽量在确认情况以后 不要再 再对你的硬盘 做过多的读写操作 包括查找等等 根据经验 你做的读写操作越多 未来恢复数据的可能性 就越小 那么 这是特别要注意的 第三呢 其实 这种软件当然很多 你可以做一个尝试 另外一方面 也有专业的 做数据恢复的公司 但价格呀 真的是非常吓人 所以退一步讲 最好是别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 那么这里面呢 RM删除文件 就直接RM加上文件名 就可以了 那如果呢 你说删除的时候啊 这个太麻烦了 每次都问我是否删除这个文件 如果一次都想删除十个呢 我直接把十个文件名 写在RM后面 一个个问我 这太讨厌了 这怎么做呢 好 我们再把这个文件 拷贝过来 执行删除这个操作 你不希望有这样的询问 你可以加一个-F的选项 F表示false 强制删除 回车以后 直接文件就被删除了 连一次询问都没有了 你连一次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直接RM-F 就可以把文件删除掉了 那如果是删除一个目录 这个时候不能直接用RM 比如说 我现在呀 RM想把刚才我创建的一个目录 折判 因为本身呢 我也不太喜欢日本的东西的 不像沈超老师啊 所以呢 我现在想把这个-TMP 折判这个目录删除掉 用RM删除 这个时候他会告诉你 这个啊 是一个目录 什么意思呢 因为RM的本意是只能删除一个文件 这个时候他就 这个操作就没有执行 要删除目录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加一个-R 删除目录的选项 比如说我们要删除目录 可以这样做 RM-RF 加上这个目录的名称 才可以 好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的 比如我们要把这个-TMP Japan这个目录删除 我们可以加一个-RF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选项 不加F有什么区别 我们看一下 他会问你是否要删除 进入这个目录 然后回答Y 最可怕的是什么 如果你删除的目录 比如说ETC 他会一个一个的问你 要不要进入哪一个子目录 要不要确认 这个 哪个文件要删除 比如说回答N 你看他会一个一个问你 但是如果这个目录下面 有几百个文件 那你就悲催了 你就本来没事 按Y 回答ES玩了 那如果你想终止这次操作 任何一个命令的终止 可以按Ctrl-C 把它终止掉 所以如果你要删除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下面有很多文件 你要怎么做呢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用法 就是用RM-RF 删除一个目录 用RM-RF删除一个目录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用刚才前面讲的 makeDR-P 创建一个TM Japan 那么 这里面呢 我们建立这样一个目录 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RM-R 来删除这个TMP Japan的话 就比较麻烦 你要一个个的确认 但是如果我们Ctrl-C 终止这个操作 你可以直接用 RM-RF TMP Japan 就算这个目录下面 有100个文件 1000个文件 1万个文件 也不会确认 也不会需要你确认 直接就删除掉了 这是RM-RF 所以千万要谨慎小心 别做一些误操作 你说我执行个RM-RF- 这坏了 系统以为你要把整个系统干掉呢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你系统的崩溃 你说RM-RF-ETC 把所有的配置文件都干掉了 那你千万要注意 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我记得我在刚接触Linux不久的时候 有一次本来要删除一个目录 结果敲到这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个美女从旁边走过去 结果一不小心 手就碰到了灰车键 结果 真的这个世界马上就清静了 从此以后系统就崩溃了 好 这是关于呢 我们在目录处理命令里面 常见的几个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那么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 好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了目录处理命令里面 最常用的几个 首先呢 大家通过NakeDNR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有这样的常见的一个选项 你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目录的同时 用-P再创建一个子目录 可以D规创建 我们可以使用CD来切换目录 可以使用PWD来查看当前的工作目录 可以使用RM-DNR来删除一个 空目录 先要记住 它只能掺除一个空目录 如果这个目录下面有文件或子目录是非空的 这个需要使用刚才我们讲的RM来删除 如果我们想复制一个文件 可以使用CP 复制一个目录 在这个基础上加一个-R的选项 复制的时候保持文件的属性 加上-P 如果想要剪切 或者给一个文件改名 使用MV 如果我们现在想删除一个文件或目录 删除文件用RM 删除目录加-R 如果是删除目录的同时 或者删除文件的同时 不希望询问确认 RM-RF或RM-F删除文件 不需要确认 这是我们目录处理里面 最常用的一些其他的命令 那么是我们这一讲 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好 那本讲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骑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